好 继续回到新内阁的这个消息 前副总统陈建仁要接任行政院长了 朝野立委对于未来的内阁也提出了建议 民进党的立委许志杰就建议新内阁要有三多 就是第一个多用事务官 第二个多用女性 第三个多用新面孔 但是看起来都是老面孔啊 另外国民党立委侯孟凯则是建议三安 要治安 要资安 要让人心安 那外传呢 这个钱建仁的副手是前桃园市长郑文灿 由于郑文灿其实他有这个学术伦理的问题 因为他的论文有争议嘛 所以朝野也认为这个郑文灿放在傅格魁的位置上 可能会有一些争议 再来看到的是中国董事长赵绍康分析 说这根本就是高端内阁 因为陈建仁要接格魁了 只不过又是蔡英文要对抗赖清德的一枚棋子 苏专昌年前总辞行政院空转 格魁找来找去 前副总统陈建仁点头答应了 陈建仁要接任新格魁 就像是跳火坑执行任务前挑战重重 绝对不要重蹈过去苏院长的负策 尤其是如果说有一些败选的政务官来组成败选者联盟 我想这绝对不是专业政务官应该要做的事情 陈建仁放下愿意出战 蔡总统早已锁定 就是为了继续掌政 但恐怕变成一枚棋子 陈建仁跟党内派系不熟 也没有政治经验 过去蔡赖心结也承党政相互抗衡 陈建仁要从科学家变成全民公谱 想以大局为重 后面的考验才正要开始 记者李萌长年轩台北报道 好现在已经确定了 是有陈建仁来组阁 隔队的部分 这个外交部长吴钊燮跟驻美代表 萧美琴两个人的位置可能会互换 萧美琴可能会回到国内来 内政部长会有前基隆市长林又昌接任 那行政院的秘书长林孟燕 还有交通部长王国才是留任的 而另外为了要强化沟通 内政部的次长陈宗燕 要接任行政院新的发言人 好这个千呼万唤使出来 陈建仁要接任行政院长了 所以过去苏贞昌把这个行政资源 甚至不该管的 他也通通都一把抓的这个时代 终于结束了 如今英系的陈建仁即将组阁 那傅格魁又是蔡英文非常喜欢的郑文燦 英系等于是把郑傅格魁全拿了 势必会掌握所有的行政资源 那蔡总统在内阁当中的角色也会增强 未来新的内阁依然会维持表面的派系平衡 但是内阁的风格可能会比较回到之前像是林全当行政院长 或是赖清德组阁的时候的那个感觉 也就是由蔡英文来主导政策以及人事 那再来看看就这个傅格魁郑文燦了 他之所以能够出现 主要是因为考量在九合一的这个大选之后呢 地方政治版图蓝大于绿 许多重大的政策需要中央跟地方携手合作 才能够顺利的推动 而郑文燦真的是一个身段非常柔软 处事非常圆融 而且很善于协调的一个人 同时他也非常的熟悉地方的事务 他有这些特质跟风格 所以跟准格魁陈建仁的调性非常的相近 而且在专业上面也能够互补 所以获得了蔡英文跟陈建仁双重的认可 如果说是郑文燦的话也没错 刚才因为他郑文燦本来政治性就比较强 而且他与他做人 与他做人 与他做人 稍微有错误了 稍微有错误了 对对对 唐春藤的嘛 所以应该郑文燦 而且郑文燦那个论文的部分 他马上就是承认了 处理得已 所以应该算是很干净利落 对 OK 好 那林佑昌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 我们知道曲国勇跑掉 因为我们知道有两个部会 其实在选举是大的部会 一个是农委会 一个是内政部 OK 就是动员组织这个部分 所以林佑昌交给这个政国会 我想应该也算是蛮信任 他需要 就是为了明年的选举 布局 他需要政国会来对抗新潮流 那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 这个陈其仲会不会 因为我知道苏貞还蛮喜欢他的 但是小英某种程度应该喜欢他 他配合度还蛮高的 说我不知道 OK 好 那所以整体来看呢 大概 大概是说有一点 比较这个 我们说讨厌的没有错吧 那个花镜群代理嘛 对不对 就是不可能争除嘛 然后可能是不是 这个 卫护部的那个也是新潮流的 薛瑞元是不是 购朗丸嘛 对不对 他是不是故意来扮演 那个负面的角色 他应该也会换掉才对 毕竟陈建仁他待过那个位置嘛 对 所以应该就是战斗内阁了 好 接下来是中间新闻网的新闻 这位姐啊 又po文了 是什么呢 前新竹市长林志坚 涉嫌了论文超级风波 重创了民进党 然后连带 连这个前桃源市长郑文灿 也因为论文抄袭被撤销 学位 在一片的检讨声浪之中 两个人共同的指导教授 国安局长陈明通 就被大家要求赶快下台 对此呢 这个周玉寇 25号在脸书上面就表示了 陈明通要下台了 他早就该走了 所以他已经听说陈明通要走了吗 另外看到的就是总统府在25号证实陈建仁要接隔魁 郑文灿接副格魁 内政部长林又昌 行政院发言人是陈宗燕 综合媒体的报道 接下来吓到了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可能留任 对此呢 PTT上面的网友纷纷表示不满了 很多的留言就说 年底早餐加颗蛋 要价多少钱呢 民进党难道是完全没有农业人才了吗 还要继续用成绩中吗 他明明就是民调当中那个很多选民希望他赶快下台的格缘 再来看到的是2022年的地方大选 来以拿下了大部分的这个胜利 绿营现在也在重整脚步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前立委郭正亮预测 未来蓝营跟绿营的救世主到底会是谁呢 2023蓝营救世主 跟绿营的救世主 我认为目前我是比较看好侯友宜啦 可是侯友宜对两岸跟国际的问题他要加油啦 嗯 那 可是朱立伦要看开 我刚刚听到辣一排我以为你要说救世主是朱立伦 我说诶诶 朱立伦要看开啦 他也要放手啊 不是因为 因为需要他来安排这个那个侯友宜出场的过程嘛 你知道吗 这个会影响国民党内的 比如说侯友宜也要生来一定会质疑他嘛 你想也知道 那绿营喔 绿营就是出 还需要问吗 乃清德啊 还是乃清德啊 这两个答案其实还是跟我们相当都差不多 可是乃清德 在1月15当党主席之后 能不能立刻有 令人眼睛为自己亮的出手啊 在考验他的能力了 所以这两个人都要看表态啊 看他们拿出来的态度 我觉得侯友宜不可能做什么党内改革啊 不会啊 那侯友宜一直给我感觉是 好像从来没有回答过重要的问题 那这个对政治人物来讲是不可思议的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 好